迎接三八妇女节 市府社会局精心规划系列庆祝活动 包括主题影展、书展之外 还有特别优惠女性朋友的轻旅行活动 提供知性、休闲和娱乐的各项贴心服务 让三月份天天都是妇女朋友最幸福快乐的好日子 精选多部国内外优质影片 作为今年妇女节庆祝活动影展内容 希望借由女性导演的观察角度 拍片手法和议题探讨 传达女性在媒体工作中扮演的细腻角色 跟文化局合作 不管是在我们的市总图 还有我们的电影馆 里面有非常多丰富的这些影片 除了我们本国的影片之外 我们也南瓜了全世界、全球、国际的各种面向 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 在高雄待了将近20年 事实上我想很多在地的女导演跟我一样 就很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影像 去描绘高雄女性的生活 然后很希望透过这个影像 让人跟人之间有更多的了解 今年高雄市接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主题 诉求女性媒体工作者的样态 邀请多位高雄在地杰出媒体工作者分享心得 以讲座、影展和书展方式 和参加的民众做近距离的接触 更有市府各单位提供的轻旅行游城 好康优惠、机会难得 社会局鼓励民众踊跃报名参加 包括影展、包括讲座 邀请到我们许多杰出的女性导演 还包括女性的媒体人 拍摄的故事内容是有关女人的各式各样的 不管在社会上、在职场上、在文化上 或在性别认同上 在各种不同的面向所面临的挑战 这次影展地点包括在仕途总管和社会局妇女馆 影片包括描写三位杰出非一女科学家故事的 关键少数做开场之外 还有以阐述乌克兰妇女运动者的奋斗过程 解放女性做谢幕 其他还有国内女性导演拍摄的《百味人生》 《光阴的记忆》和《山珠温泉》等 值得您细细品味 港都新闻潘志光黄兰君采访报导